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门国家公园解说员陈荣胜 欢迎来到古陵头北山古阳楼 在我旁边的这栋建筑 是民国38年 工军登陆金门之后 据为前进指挥的地方 您看墙上累累的弹孔 可想见当时双方激烈熬斗 共军赋予顽抗的惨烈 想要知道这一场战争的经过 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吗 那就请你跟我一起来吧 这里是古陵头战史馆 民国38年是关键的年代 也是历史的分水岭 一场惊心动魄的国共内战 延续到金门 而将金门推上历史舞台 原是东南边陲的海岛 因古陵头这场战役而成为反共的最前线 民国38年元月 许邦会战势力后 国民政府军节节败退 4月共军攻破江英要塞 8月攻克福州 10月17日厦门尸首 当时担任福建税征公署的代主任 汤恩伯将军 只好将总部迁往金门 负责金门作战的最高指挥 当时驻所金门的国军 以李良隆将军所率领的22兵团 以及高奎元将军所属的第12兵团 18军为主力 总人数加起来 约3万多人 10月25日深夜 共军第10兵团 28军 29军 三个加强团 组成第一梯队 约9000多人 分别从联合 大登 澳头 等地出发 分成两三百艘渔船 由龙口至古灵头一带 海岸沙滩登陆 凌晨2点多 共军登陆后 便突破第一线防御阵地 各自向岛内突窜 与当时负责海滩警戒的青年军 展开一场生死血战 当共军占领滩头阵地后 潮水已退去 原定返航载运 第23T队的船只 搁浅在滩头 种下了共军失败的因素 25日清晨 国军为保留战力 退守西山 胡伟 安齐 以及腰山梁高地 全力防守共军前进 当时汤恩博将军 汇整相关情报 立即做出指示 授权由高奎元军长 统一指挥 率领机动部队 分成北中南三路 同时展开反击 26日下午 向林措发起盟攻 由于共军占领 宿座的水泥碉堡 以强大的佛力反制国军 自此进攻困难死伤颇多 经过多次的漏搏冲锋 终于攻入临措 陆业前 国共双方在南北山村 展开激烈的巷战 最后将残余的共军 避向北山断崖海边 27日清晨 国军在海军舰炮 及空军的支援下 对断崖下 残存的共军展开威力扫荡 战斗至此已接近尾声 当部队清扫战场时 所经之处 触目惊心 斜揽沙滩 管外所展示的这两台战车 就是战役发生前一天 部战协同演习 刚好抛锚在龙口海滩的M-A1战车 见共军来袭 适直加入战斗 发挥了强大的火力 立了重要的战功 战后胡联司令官 颁给他金门之雄的封号 此场战役历经56小时 国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不但保住了金门 更巩固了台鹏 更奠定往后两岸分治的局面 这就是古龄头大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